而中华职棒牛项大战在昨晚是特别邀请到了侠义林杰良医生前往到新庄棒球场开球 也特别感谢林杰良对于台湾食品安全的贡献 那么说到林杰良他国小其实还曾经是学校少棒队的投手呢 每年都会带着孩子看棒球 一大球团就在昨天晚间邀请了韩敦慈站上投手球 接着也播放纪念影片 这是林医师和徐生明总教练留给球迷们最后一份爱的礼物 一大球团也宣布了新任总教练人选将会在13号今天揭校 那么外传应该是会由曾志珍来接下总教练的职务